首先我要和大家alance 我今天正式簽了我旁邊的office的租約 遲些會好些,因為遲些我們就會有個新寫折留 我們繼續做節目之前,順便說說第一節 我們如無意外11月初就會收新寫折留 11月初就會收新寫折留 這幾天我已經約了我預用的裝修 在星期六或星期日,限一就不行了 那星期日就不行了,可能是星期六 因為我可以借鎖匙去度赤,可以安排一些 我再和你們商量一下怎樣用 我大致上,如果上過寫字樓的朋友 其實我們現在有寫字樓,我的位置就不會動 因為我覺得是財位,既然是這樣 會整個studio就變成寫字樓 林康正有自己的桌子,麻煩你 我以後會請人,這個所謂請人 這個所謂請人當然是我,是盯著你們 我真是頂你們不順便被林康正說 那些男孩子,亂七八糟的桌子,紙 用完又不亂丟 當然他又說,當然不是,我不知道清楚找到 但我看不到就當是看不到 我很怕亂的事情 今天我沒有吸塵,現在太忙了 水王說想做全職 我考慮安排 因為如果做全職 都可以的 看樣子是養得起的 但有沒有需要做全職 這個時間 長一點就找他 需要不需要全職 我這裡就會做一個全職 我的想法就是全個都是寫奏 然後新那邊就是一個studio 是靜studio 亦都因為它是靜studio 我可能會安排一些特別的擺設 令到它可以變身成為一些 可以做一些迷你 seminar 或者一些座談會 或者一些對談的 會方便很多 當然他不是我們旁邊的辦公室 是隔了一間的 即是我們是7B 現在是7C 7C 就是要那裡 你說要三間 那需不需要做那裡 還是做一個大的地方 這些是後話 但能夠逆試向上 我們會不會太樂觀 樂觀 其實我們是很神之中去進發的 因為真的不夠地方 譬如說我們有時處理一些 譬如貨品的擺放 譬如一些文件 電腦各樣各樣 其實都是有時間搞的 我覺得我現在暫時 現在你們看到這幅錄幕 我便會把它打開 我會回復以前那個 即是窗口 即是我們的新辦公室 11月中我們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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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我預計 因為我們這邊也要做 要拆東西 即是我們會拆開一些窗 建一個房間 我預計兩邊 都是在十天八天內 會做完 會不會有可能 我們會有一兩天 可能會有一半天 即是盡量 我希望不會 因為照計 這裡一拆的時候 那已經準備好了 如果真的要有一兩天 也沒辦法 然後我們便會有開放日 即是我們終於可以 好像我們以前舊台 那樣搞開放日 為甚麼呢 因為我的室室是吉的 即是除了我們做了 做事物商桌 那些沙發之外 我終於可以拍桌 放一些食物 大家又吃東西 聊聊天 然後又來我們的show room 買東西 是不是很開心 是 11月初就會收好新寫字樓 11月中我們收報 11月初就會收好新寫字樓 11月中我們收報 11月初就會收好新寫字樓 11月中我們收報